大家好 很长时间没有跑步了 我今天在巴提亚海滩 到这里来跑跑步 巴提亚海滩应该是三公里多吧 到时候跑一个来回 可能六七公里 很久很久没跑了 不知道能跑下来 我车就停在路边 这是泰国的一个福利 这里随便停车 干脆这样子 因为这里是巴提亚海滩的最北端 这里是最北端 然后前面那个转弯的地方上去就是 海豚转盘 就是21航站楼那里 我干脆先跑到那个转盘转一圈 然后再回来 再顺着这个跑到头 然后再折返 看一下今天能不能把它跑下来 很长时间 因为好像这次到泰国都没跑两只步 这个嘉明跑步的手表都戴过来了 但是没怎么用上 好现在开始 计时 先跑到街的对面 这个人形道跑出去 顺着这个道 海豚转盘 上一次听见好几个朋友在讲 啊 就是从海外过来的 说巴提亚 有一大优势 我以前都不知道啊 他们一说我才想起来 说巴提亚是有人行道的 在泰国其他很多城市是没有的 所以巴提亚也特别适合跑步 散步 还有骑自行车 还有骑自行车 很多老外都要骑自行车 哦 这里就是海豚转盘 你看中间一个喷泉 一个海豚 这里就是R11行站楼 然后这个转盘就是双条车到这里 就就就就就转回转到海滩上去了 然后我到街到对面 然后再跑回海滩 这里有几家酒店 不知道这个画面抖不抖 第一次拿GoPro 还跑步 就是在这里拐弯的地方 就是巴提亚海滩最北端的起点 这些好像是救生员啊 现在上班了 啊 这种 浮标围起来的就是可以游泳的地方 啊 才跑一公里多都已经气喘气气了 继续往前面跑 哇 那个巴提亚海滩真的很短啊 这里已经是巴提亚中路了 这个西尔顿酒店啊 上泰百货 然后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广场 现在从北面过来转了一圈哈 也在两公里 但是这个沙滩 可能真的只有三公里 这游泳的地方不错啊 巴提亚最市中心的地方 游泳 这里 应该有五十米啊 所以在巴提亚小区没有泳池也没关系 直接开个车到海边来游 所以在泰国生活啊 有车比有房更重要 我个人观点啊 这里就是上泰百货哈 深处Festival 但是21行站楼比它新 呃 带小孩玩的空间比较大 所以我们主要还是去21行站楼 但这里的位置却是 独一无二啊 这里有个平台 这里已经很清楚了 能看到巴提亚的那个标志吧 这里很多游船等在这里 准备出海 现在游客越来越多啊 当然中国旅游团没回来 这个巴提亚海滩 就看不到每天早上起来 一堆一堆的中国人在等待上船的那种景象 这边是巴提亚海滩 现在另外一个商场哈 这叫什么 Mike shopping mall 我这个商场好像从来没进来过 前面还有一个商场 哇 那个狗挺漂亮 哇 前面一位跑友已经跟丢了 实在跟不上了 现在又来了一位 哇 这是巴提亚海滩另外一个商场 他门口那餐厅还不错 但是里面现在已经很萧条了 也不知道那个旅游忘记来了 能不能帮他恢复生意 但是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mini手 非常大 可能这也是个商场唯一的一个亮点了吧 哇 这个地方都折返了 两公里不到啊 三公里不到 再往前面就是那个码头 这边都是步行街的 哇 这个海滩真的很短啊 不到三公里 只有两公里多 可能加上那个步行街那边才三公里吧 那比中天海滩是短很多啊 这哥们儿在那里做整理活动 我这里看整个八条海湾还是挺壮观的 看着是不是有点像纽约曼哈顿 整个八条海湾尽收眼底 终于超了一个跑友 那哥们儿厉害啊 一边跑步一边讲话 我都说不出话了 看着还是哥们儿厉害 快到了快到 一公里七分钟 哇 跑到4.77公里 确实太菜了 好久没跑了 所以我上次视频里面讲 说跑半马的最好成绩是在一个小时之内 实际上也不是我吹油我说错了 是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之内 大概一个小时55分钟吧 当时在广州跑马拉松的时候 我的最好成绩 但后来嘛因为各种事情 还有自己有一些伤哈 因为以前年轻的时候经常 踢足球打篮球有很多脑伤 跑久了以后就要发作 所以跑的也比较少了 现在主要还是游泳为主 可能一个小时 就是跑10公里吧 跑10公里最好成绩应该差不多一个小时 好但现在就是菜都不行了 现在跑5公里配速都只有7分钟 当然今天运动量还没够啊 回去再游泳 再完成今天的运动量 好之所以现在 要加量啊 以前主要就是游泳嘛 没跑步了 现在之所以想到要跑步加游泳 就是因为现在想 处处备一点身体的能量 如果要移民的话 你不管去哪个欧美发达国家 你都要从零开始 从做苦力开始 比如说到加拿大 你可能要上那种生产线 你去美国你要送外卖 跑Uber 你去欧洲 可能都要自己摆摊啊 卖一点衣物的批发商品 都是体力活啊 钱都没干过 所以现在的话就是 要求美第一步就是 先把自己身体 先锻炼好 所以现在争取加点量啊 要跑步同时要游泳 这就是巴提亚大名鼎鼎的步行街 好久没有进去过了 今天干脆往这边走着 实际上这边也可以走的 你看连双条车都可以进来 当然这条步行街一到晚上灯火辉煌啊 但是到了白天就没法看了 完全是一片苍蝇 感觉像是烂尾 一片烂尾的破房子 这应该就是巴提亚财政的现金奶流 这边右边这一排啊 靠海这一排以前看报道 实际上都是非法占用的 都是违章搭建啊 这片土地 海边的土地属于泰国海军 所以你说泰国人真的很牛啊 连海军的土地都可以去侵占 上一次在疫情期间 巴提亚政府有一个计划 就是把这些靠海的这一片房子 这一片酒吧全部把它拆了 然后恢复成自然的海滩 并且要建青子公园 我当时看的这个消息啊 很激动啊 相当于又多了一个六娃的地方 但是现在一切照旧啊 所以在泰国那个老百姓还是很厉害的 那个占用军队的地产捕捉啊 还没人敢拆 所以 这里好像还有一个小的公园 从来没来过 这里有个中国超市啊 上次来过 所以泰国 泰国政府对泰国老百姓还是挺好的 有一说一啊 但是对泰国对外国人就 就就比较凶惨 好久没有到这个巴提亚的标志这里来了 你看整个巴提亚海湾确实非常的漂亮啊 就是那个著名的烂尾楼 这上面是帕山的公园 很凉爽啊 实际上我很想带小孩到这里来玩 但是这里狗太多了 你看到处都是狗 有老外在这里锻炼 所以巴提亚真是个好地方 在这里锻炼的地方特别多 哇 巴提亚海湾 这个就是那个著名的烂尾楼 下面现在游客现在都恢复了 很多大巴车在这下面 这里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巴提亚码头 游客从这个码头坐船到 柯南岛 还有很多的那种小岛 这里就是巴提亚 巴提亚的标志 这里有一家泰国人在这里 可能就这个角度最漂亮的吧 我经常在我视频下方的评论区 看见很多人说我 就是到巴提亚来欧居 住在一个40平方的房子 怎么说呢 我今天就是想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觉得在巴提亚 哪怕住40平方的房子 也比我在成都140平方的房子 住起来舒服 因为在巴提亚它户外活动的地方太多了 你实际上在家里面待的时间不多 你如果买一个很大的房子 实际上我觉得是挺浪费的 我到八条五年 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 并且有很多地方想去 但是没有时间 所以你每天这种户外的 可以去玩的地方 你都去不玩 你何必一天待在家里面 特别是你户外活动的地方太多了 八条海滩中间海滩 并且海滩也有很多那种公园 比如说分路小鸟乐园都是免费的 像这些帕山上面的公园 跑步的地方游泳的地方 小区内部的话 也是有游泳池健身房 屋顶的平台 有足够的活动的空间 不管是大人小孩 所以到巴提亚来 就是充分享受这种户外活动的 不是说让你待在家里面 所以我觉得40平方完全足够了 因为小孩每天都在学校里面 放学五点钟 然后接他们回来都六点了 然后吃个饭 基本上八点过就上床了 所以也不需要在家里面 有多大的活动空间 一到周末 然后都带到外面去玩去了 所以这就是在泰国的生活 虽然我住的40个平方的小公寓 但是我并不觉得是蜗居 比我在成都140个平方的房子 我觉得更舒服 所以真说要离开巴提亚的话 真是舍不得 这种地方确实很难找 反正我是没找到第二个